随着英雄联盟手游新版本的到来 全新的对战模式灵魂决斗将一同上线 灵魂决斗是召唤师之间的单挑对战模式 双方各选三名英雄对战 击败对方四次即可取胜 在灵魂决斗模式中 圆圈特效限定的范围内 便是双方对抗的擂台 处于圈外的英雄会持续受到真实伤害 场景中有草强和岩石阻挡 但没有战争迷雾 灵魂决斗模式中的几方英雄生命共享 生命值维持百分比相同 选中的英雄阵亡时 游戏内会显示KO特效 其他英雄一起阵亡算一次击败 当被击败一方仍有剩余生命次数时 游戏继续 被击败方回到场景两侧的复活点重生 英雄重生后会有短暂的无敌时间 在战斗过程中 召唤师们可以通过点击头像 实时切换英雄 同时刷新英雄技能 召唤师每次切换英雄时 需要消耗一格能量 游戏开始时 对局双方都拥有两点初始能量 能量随对局时间恢复 最多累积三格能量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一方的生命剩余次数被消耗时 该召唤师获得一点能量 每过一段时间 战场中会随机刷新治疗包 英雄触碰治疗包时 即可恢复一定的生命值 灵魂决斗模式中 所有英雄都为11级 且英雄将按照各自固定的分配方式 进行技能分配 所有角色拥有相同数量的金币 并按照英雄备战方案自动购买装备 为保证战斗的流畅性 在灵魂决斗模式中 英雄数值有所调整 比如 法师将会获得高额法强 射手英雄则具有更好的扩甲能力 辅助英雄选择输出装备后 会具有不俗的表现 因此 每个英雄都有上场的机会 当对局进行到三分钟后 对局双方均可发起投降 对局满五分钟后 游戏会出现倒计时 倒计时结束时 比较召唤师的剩余生命次数 剩余生命次数多的一方获胜 剩余生命次数相同 则比较双方当前生命百分比 百分比高者获胜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英雄自身的增益效果 不会传递给下一位英雄 但是其他已经释放的技能 在切换英雄后依然生效 在灵魂决斗模式中 召唤师们可以在娱乐休闲的同时 通过短时间激烈的对抗 练习操作技巧 熟悉英雄技能 并能体验多样的战术策略 新版本即将到来 全新的有趣玩法 静待各位召唤师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